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 师父啊 厨队五三顺而已 并无人家 发求人的声音 可能是妖怪 请师父继续拖路 师父 我跟你说了 这声音 高兴高抵高党鱼啦 每次都说他是妖怪 我们剩下的人 如果健康不求 吃菜也没效 这电线唱无杂 无效啦 是否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开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啊 師父啊 你看 你聽喔 明明是一個儒主 啊 師父說他是妖怪 啊 就證他是妖怪 我將他知道這師父面頭前喔 師父喔 善言喚喚 啊 也是一家豪術啊 歐咪 道 喊 無人 水尺猶利 看快去開尾 喔 師父 我知道 我知道 哼哼 師父啊 祝 祝了 祝我得 祝卡丹泰五人的消息咯 罢了 好 我們剛剛在影片當中看到不只是孫悟空出現對不對 是 還有他的師父 還有他的師弟對不對 沒錯 三個人同時在這個戲台上面 所以要兩個人操作 所以多一個二手在幫助你對不對 但是都是一個人去講那個口白 喔 一個人要講三個人的口白 對 這樣子 剛剛你看到其實那個場景喔 在那個場景 各位觀眾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剛剛有一個這個東西 椅子嗎 對 這其實是一張椅子有沒有 它如果呢 它可以收的 它可以收 收起來擺成這樣 那這樣就是什麼呢 對 剛剛師父有在上面 他其實走上來之後 他有 有沒有 一步 兩步 看 然後坐下來 有沒有 它其實喔 代表一個 一個小平台 還是 因為它必須要坐下來 總不能說坐在草地上 有點像小石頭 這個屬於正派紋身的 所以它坐的時候 就必須要有一個小平台 那這個小平台 就可以用椅子來代替 有一個高度的呈現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在擺這樣的話 就代表一個 剛剛有 是一個膠外嗎 對 膠外 剛剛孫悟空有講 所以那個劇情的 大概呈現是什麼意思 他們是遇到了什麼樣的困難 其實剛剛有沒有聽到 有一個女生的聲音 對 很救人喔 救人喔 然後他們都會看 救人喔 我看 救人喔 然後呢 這個豬八戒 它首先聽到 一聽到女生的聲音就 很敏感就對了 小姑娘 我怎麼在叫 祝祝了 就是她是徒弟 尤其是孫悟空 所以他們就是在 在一個野外 在險經的過程當中 然後發現說 有救人的這個聲音 對 在這個劇情當中 就可以顯示說 這兩個大師兄啊 跟這個師弟 個性的不一樣對不對 沒錯沒錯 因為其實這個出家人 還是以救人為主 然後尤其 尤其是 尤其師父 他們已經經歷過很久了 所以孫悟空慢慢也被 師父感化 並不是說 像之前大鬧水晶宮 大鬧天宮 這麼 怎麼躁動 這麼衝 對 一聽到什麼不高興的事情 就拿著金箍棒棒棒 啪啦打下去 因為他有戴著緊箍咒 這個緊箍咒 這緊箍咒也滿特別的 其實有了緊箍咒 他才可以 就看起來這個樣子就是孫悟空 如果沒有這個緊箍咒 他就是猴子 他就是猴子 他就是一般的猴子 差別就在這裡 對 你看豬八戒 他也是有 對 但是在小說裡面是沒有的 那你剛剛這個情節裡面 就是豬八戒 他一聽到女生的聲音 就是心浮氣躁 就要趕快去救他 他的個性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對 聽到女生 他愛美色 對不對 因為跟著師父這麼久了 都不能吃婚的 對啊 他就是要吃素 那遇到女生的聲音 他一定要去救 對 他就是喜歡女生 他不敢去實現 對 所以他一聽到女生 終於有不一樣的 我每天都跟我的孫 這個大師兄 山師弟在一起 剛剛看到這個孫悟空 他 就沒有像以前那樣 大鬧水晶弓 對 個性這麼衝動 他會先判斷一下說 是不是真的 沒錯 有這個人呢 還是妖怪呢 他第一個想法 就是覺得 在荒郊野外 不可能有女生 而且這麼準 就我們經過的時候 就有女生在 在這個 在喊救命 他一定是為了吸引 為了吸引 這個師父的注意 陷阱 有陷阱 對 因為他這個陷阱 設的就是 要吃檀商上的肉 對 吃他的肉 對 其實蠻殘忍的 對 可是他有使出一招 就是 掉到天空中嗎 他要辨別 孫悟空其實 真的很蠻厲害的 武功厲害 他有一個 可以辨別 這個 是不是妖怪 用他的眼睛 眼睛 對 有一個特別叫 火眼金睛 火眼金睛 對 火眼金睛呢 他就是 比如說 我們要看 在電視或者電影 其實蠻好解決 就是用眼睛 動畫 雷射 對 這樣看 但是在布袋戲裡面 我們就會用 因為他要看 對 他是要飛起來 我們就會用 跳起來 這樣看 有沒有 跳起來 眼睛這樣掃描 有點像雷射眼睛 我仔細看他真的眼睛 他頭有在轉動 對不對 頭要轉動 他不是上去而已 不是上去 你頭要看 頭要看再搭配 我們的 五彩布 可以用紅色綠色 基本上 這個是意思是說 他正在看 對 用那個火眼金睛在看 沒錯 另外一個手要這樣看 在掃射了 沒錯 哇 所以你可以發現 再下來 這樣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好不好 可以啊 掉上去 再下來 再上去要怎麼上去 你看 來操作這個 好 我先教你 來 翻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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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上去的時候 已經在半空中了 好 翻上去半空中 然後反手 反手 凹進來 對 變成反手有沒有 對 可是頭要動耶 頭要動就必須要 因為你反手的變這樣 對 所以是扣住 扣住這兩 用拇指和中指這樣轉 這樣轉嗎 對 然後轉慢一點沒關係 因為它的 C那 它是用 C又 看好之後再翻下來 對 翻下來 它才高速師傅 冰部師傅 那就是腰管 這抓很酷欸 很酷耶 這只有師傅功 可以翻上翻下 如果 是啊 如果我們人 我也有這種能力 這樣看 upgrades 誰是壞人 ают 不用問訓了 直接看你就是壞人 所以这个也可以 一次比较出这两个人 他就是武功很高强 因为他马上可以翻到上面去 然后再加上那个五彩布 这样子扫描一下 就知道说这个猪八戒 它的道型还是不够的 你刚刚用的不错 假设你看你的右手 看你的协调性 右手翻上去 然后倒刮青钩 眼睛这样看 然后你在看的当中 你的左手 左手其实它的布是这样挥 这样 这样这样 好难 你看 一个是左右 一个是上下 这样挥 上下 对不对 这样 你在挥 你看假设要挥成这样 哦 要挥成这样 对 来 就是要左右看 然后这样子 很难 这两个要协调 不容易 当当叮当当当 叮当当当 还不错 还不错 说不过头要被我扭断 没有 它你看 比如说 好 安上去之后 对 当当叮当当当 叮当当当 有没有这样 哦 因为这个动得比较慢 然后这个要动得快一点点 要快一点 所以左右手其实有时候会 不协调的 不协调你就会 你动 你这边要钉住 有些 有些人刚开始 会这样 叮当当 叮当当 不能这样 你还算不错 只是动头一样 这一定要钉住 我的右手一定要钉住 原来有这个技巧在这里头 还不错 所以你在 孙悟空在飞天遁地的时候 有没有 这个动作 有没有 这个动作就是要我们去练 一个在转 一个在左右 练手的协调 对 你看这个要完全钉住 不能这样一直在转转转转 这样就不好看了 孙悟空的功夫真的是好多 好 等一下下段我们再来看看说 他们在这个西方取经的过程当中 还发生哪些趣事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们刚刚看到唐三藏 在西方取经的整个过程当中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也面对了很多很多的危机 那么都是他们的师徒三人 一起来面对的 对 没错 那刚刚还有听到一句客家谚语 在这里头 猪八戒刚刚有讲到一个客家谚语 就是 什么意思啊 其实灯芯啊 灯芯 就是蜡烛的灯芯 那个有没有 灯蕊那个 对 没错 它仓就是撑住 撑住什么 石墨 你知道 不可能嘛 对啊 你这软软的 类似线的东西 你要撑住那个石墨 就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猛号 猛号 对 没有用啦 刚才猪八戒有讲到 这个你不去救它啊 你吃再多的这个 修行啊 吃再多的树也没有用 也没有用 要慈悲为怀 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想到 要快到底 这个猪八戒能不能打得过 对 会不会让他们陷入危机当中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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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跟小女子聊天 没关系 因为孙悟空武功很高层 对 没错 所以这个危机就会产生 有的危机才会 这个师徒才会有冲突 对 如果没有猪八戒 这一个角色的话 这个孙悟空 这个完全就迎刃而解 对 因为我刚刚看到 孙悟空最后 他是有点生气的 对不对 对 孙悟空他最后 无可奈何 对 他就布袋戏有一个 他有一个很比较好玩的动作 而且台词 比如说师父她下去 嗨 啪 啪了 嗨 啷啪啪 啪 我觉得这个很拧人话 很像就是我们之前 他其实经句 啪 啪了 就是双手会这样 啪 啪了 所以就我们说 譬如說一晚然我的師祖 李天如老師 他是外江派 他就包括那個蘿骨點 包括他的語氣 就像模仿這金句的系統 布袋戲他沒有辦法 雙手張開拔 拔了 這個有點難耶 就是很奇怪 所以我們會用這樣提起來 拔 拔了 曠擦擦 擦擦 低頭 曠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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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再叹一口氣 才走進去 所以其實布袋戲有 他也是可以演出那種情緒的 對不對 是 我覺得那個東西 在我小時候 在我小時候是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要做 霸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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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詞是寫霸霸了 霸霸了 每次看那個台詞 念不出來這種感覺 對 小時候 小時候就是看到 霸了就霸了 對啊 反正就是這樣 算了 就算了 我們受到國語教育就算了 我們就很直接講算了 但是在傳統戲曲裡面 它有一個層次性 對 可以演到那個內心戲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就是霸了 它的很無奈的那種感覺 然後再加上它的那個手勢 它的動作 對 所以慢慢才知道其實它霸了 或算了 它有這樣提起來 然後再用力甩出去 這個 我事情無能為力 是 單純的這三個字 就可以表現出一切 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 你必須要去揣摩的 那像這個唐森他的師父在 因為他算是蚊身的角色對不對 是 蚊身 對 所以他的動作 他的語氣語調 跟他的徒弟們都不太一樣 對 沒錯 比如說他 包括他走路有沒有 比較緩慢型的 比較緩慢 然後坐下來 也是跟蚊身動作差不多 只是 他經常會講四個字 蚊身動作 對 蚊身動作 加上手勢 我們會用這種方式 蚊身動作 怪怪喔 通常蚊身動作 是這樣 對 我們人是這樣 蚊身動作 對 核實 雙手核實 但是因為布袋性 沒辦法雙手核實 那怎麼辦 我們就會核起來 對 蚊身動作 因為這個布袋性 沒有這個手肘的關節 對不對 他也少了這個關節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摺起來 是 沒有這個關節 沒有這個環節 沒有這個環節 在胸前 所以我們只好 用這種方式 對 大家就會知道 就雙手核實 我密度活 五人 起這裡小心 嘟嘟嘟 嘟嘟 就是你在馬上 生蚊身的 對 起這裡都熟 嘟嘟嘟 你就是要馬上連結 連豬八戒 對 連豬八戒 對 連豬八戒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在声音的转换 情绪的转换 都要很快 就一秒之间 因为你要去了解 猪八戒他那时候的心情 他就等师父叫他离开 很开心的 他就需要赶快离开 就不管师父而已 我就要赶快去救 一个是急的一个是慢的 对师父很慢的 他也会担心猪八戒他又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又要顾虑这个松武空猴子 猴子他刚刚讲的话 所以你一个人要演三个角色 三个不同个性 你能把那个他的语气 分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你要马上转化 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 蛮有点难 蛮难的 对 我觉得两个都很难了 何况是三个 两个都非常难 其实有一个四个你知道 四个啊 好累喔 有个女生 Q人喔 对对对 是什么事 Q人喔 就必须你要是好几个要转换 而且这最难的是 你在讲的时候 你手上还要做动作对不对 你不能停下来讲 讲的时候其他人都不动不行 当然不行啊 对 其他人还是要再动的 所以你在练布袋戏 除了掌中基因 你就是要马上迅速的转换 对 有些人觉得这怎么练的 其实他没有固定的台词 就像女生他Q人 他是可能天外之音 他讲一句Q人 尤其猪八戒要动 大家也会动 但是没有动这么Q人喔 所以他要比较明显的动 是是是 还要区分出来 然后欧蜜斗 或者慢慢讲 当你慢慢讲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下一个谁要讲 就是你脑中要一直在 一直在想 你不能停顿下来 等于是真的不能停顿下来 那我们看这个唐僧 他的穿着打扮 真的是比较特别的 对对 你看他 像的帽子也是特殊的吗 当然是特制的 叫五佛帽 五佛 五佛帽 他是专门为出家人 所戴设计的 然后他的佛衣 佛衣 袈裟 袈裟 那基本上他是纹身的脸 纹身 纹身 白面 对白面纹身 然后你可以看到 会用纹手 纹手 因为他不会武功 对 他不会武功 所以他装扮起来 这有点比较瘦一点 这个戏有比较瘦一点 所以他走起路来 对 一样 可能要比更慢 因为他出家人 有更慢一点 这个 然后 O me do hud 他其实也不是这样子 就敬礼 对不对 是啊 你要合起来 O me do hud 其实他是有他的那个 他要说进来 你注意看 好 我们来试 你看 说进来 先收手再收头 对 对 敬礼 他不是单纯的敬礼 不是单纯的敬礼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不是 不是 那个叫做要吃东西 吃核桃了 这样子 对 当你合起来之后 你看 头尽量不要歪 头尽量不要歪 对 然后 身体也不要歪 身体也不要歪 先 等一下合起来就讲 O me do hud 然后再这样 对 好缓慢 我的手 对 要真的很慢 要很撑 O me do hud 也可以这样 歪了吗 对啊 为什么我都会歪一边 就是你中指和食指 你会要注意一下 它不能变成这样 不能一手长 手腕要动 然后再起来 然后加上声音 O me do hud 然后再下去 你手分开了 我手分开了啊 有啊 这样好像跳舞不行 不是在洗手 不是在洗手 好 这样 啊 对啊 这个手指头的 因为它动作慢 动作越慢 其实看得出来 就基本功要真的比较好 它的这个小肌肉群 不然你的手会变成 容易会歪 很歪对不对 对 容易会歪 要尽量 要扳正 没错 然后再用这边的力量 你看有没有 这样的动作 其实这真的是要练 对 这真的是要练习 没错 你看 猪八戒其实还有一些 比较好玩的动作 好 我们是看到说 在这个洗手机当中 其实孙悟空 猪八戒也好 他们有各自不同的个性 所以才会让整齣戏 更加的活泼生动 对不对 没错 好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今天所介绍的客家宴言 那些 变形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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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好 我们下次见啰 谢谢团长 拜拜